東區百貨還不到十一點開門 民眾站一排在門口等 颱風架不用上班 趁早上還看得到太陽 有的約朋友出門 有的抓緊時間來補貨 買一些菜 買了青菜 因為家裡附近買不到 超市搶不到的來百貨地下街 備貨量還很充足 尤其剛開門人潮不少 在宜蘭的釣蝦場也正常營業 民眾把握逢雨來前的空檔 出門晃晃掉蝦 根據氣象署預測 山陀兒颱風北轉時間延遲 大台北地區預估十月二號下午開始 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考量共同生活圈 通勤安全 北北京二號停班停課 十月三號週四颱風登陸北上 也有高紀律會放颱風架 如果週五有機會放假 加上六日連續假期 上班族可能有連休五天的小確幸 就是如果公司放我們走的話 我們就五天不用上班對不對 蠻爽的 怎麼說 就這樣連放這麼多天啊 因為你放三天要拿很多的時間去補 你很多東西還沒有做完 我是希望不要放颱風架 因為我禮拜五要去看演唱會 預計等路之後會減弱得非常快 專家分析週五後颱風可能減弱成熱帶性低氣壓 只剩東北季風影響被臺灣和東北部迎風面猶豫 連休五的可能性看看颱風路徑可能還是別談心 三里新聞黃靖宇曾鈞尋台北報導 是否有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